6月8日早上7点50分左右,武汉二职考点外,一位妈妈焦急地带着孩子找到武汉市武昌区交通大队民警刘武乔。原来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拿错了对方的高考、准考证,分别在不同的考点。刘武乔立即发动摩托车,在上考生小田飞奔到妹妹所在39中的考点换证。 10分钟后,刘武乔又载着小田回到了二职考点,准时进入考场。据了解,这次是妈妈送姐姐,爸爸送妹妹,可一大早。双胞胎姐妹拿错对方准考证,虽然照片相似。但号码不对,直到小田进考场核对才发现错误。幸亏民警及时帮忙,才没耽误两姐妹参加考试。 不久,田同学的母亲王女士还专门通过微信,表达对武汉交警的谢意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